看这一夜啊 这是又是没睡的一夜 你们别人也不要说别人了啊 就是这个山里面确实有个大型动物 回来吧他 他这个动物太大了你知道吗 就是我拿手电晃了一下子 就感觉屁狗大多了你知道吗 你一下子他就往山里跑了 等你上车子就回来 他从那边叫 把车从这儿叫 真的他那个叫声 他不是说就和驴了骂了和牛了那么久 就好像是人呢就是 妇女啊哭声声的 哎呀过程疯了真疯了 又一许没睡 早上时候刚要睡着知道吧 行那看一块视频吧 就睡吧 突然间耍到咱中国国族 哎呦造的啥孽呢 行了 哎呦明天那个谁探完那两个洞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这两天都没睡好 这就是昨天晚上 我们就是在这个这山里熬熬一晚上 就好像老娘们哭 但是它是一个动物 就大型动物还不是笑的 你这么也没睡着吧 我还好吧 这狗是椅子要蒸这儿一许啊 我这是从十点多钟 直接到四点半是没睡 刚要睡着 你这突然间看了一个视频 又一下醒了 你这看啥视频啊 中国男族 他要是 他要是叫我声音小 你不让八台咬也不行 你不让八台咬也不行 是吗 你听这山里什么声音啊 我看他鼻子要听呢 你看闭嘴我听的 像这把他游化这么重 闭嘴 现在是 这是凌晨四段半 我始终在陪他 他始终在叫我 确实有 你们也不要再说我 知道吗 说那个我拍视频这么多 我记录我自己真实的生活 我的视频 我的作品 我自己说的算 你们不要喷我 知道吗 你也可以拿你的视频 可以做一个自己的 是吧 我没有骗人 那你 刚才你们也挺见了 那就只有哭声 但是那是一种动物 我为了保护那个八特 我也刚才也上那个山里走 不天天说我不保护他们 我自己一个人进山了 怎么的呢 我非得让动物把我吃了 你们才高兴啊 以后你们爱看就看 不看就花走就得了 就这么简单 我从昨天晚上都现在四点慢 狗一直在叫 我就没睡 你们试试 我不管那些 我不管那些 你听 就像人哭的声音 醒到了吗 你们 把他椅子在叫 那是什么 哎呀 动松 你现在声音越来越大 闭嘴 闭嘴 我过去看看 山里呀 有人哭的声音 就在这山里 看 我一过来就不哭了 又出来了 你们听 始终有哭的声音 我已经进山了 太吓人了 这一许的叫得不停 我这没睡着 就听到有人哭的声音 这一许的一个叫 就是有人 就是什么一种动物 还大型动物 就好像是 不能再往里走了 回来了 不许叫了 快回去 睡觉去 走 走 赶紧 睡觉 睡觉 真正的 你从十点 现在是四点半 我始终陪着你 你看 你看你把那边狗 野狗都给整叫了 我真扶你了 你要再叫我 我今天晚上我就 顿着你 行吗 你让我睡一个 安眠觉 行吗 你说这个动物 它挑战的拔特 它就一许 一许叫 拔特也就跟着叫 我说你妈 进山走 你看 你看 就和老娘们哭声 你别叫了吧 他 他程序程序叫 你还一直跟着叫 我连衣服都没穿 我今天冻感冒了 你 你让他叫 好 就声音听着动点 他还下来了 这实在是没知 那个 嗷嗷有叫 这是叫一许 我让 他也不走 就声音听着 过来看去了 他一会儿 聊到我们车这块来 一会儿 他走远的 他就这一半上 他始终不走 你说你气人吗 这个 挺大的动物 知道 什么东西这是 一夜没睡 这狗一都叫 早上上 稍微困了 找一个视频 看看睡了 没想到又烦到 他妈国足 这他妈造的什么 你这是 哎呦 这个没看懂 咱们结束缘啊 你们稍微看一下 你们看懂了吗 哎呀 我兄弟 主持人 我说中国进球了 后来才知道 越南进球了 把中国的脸打着 啪啪响 圣经波神仙球 人事 那是 有